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拜登宣布他赢了 是这样 是媒体宣布了 媒体宣布了 是什么 我准备等你的机票 我到美库边都走 行啊 你到这边来吧 你到这边来看看红叶 我得先被你关在你的枪击式14天 没事 你在我这儿可以有很多玩的训练项目 我来训练训练你 要隔离14天啊 没有问题 那你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呢 突然诡异的好几个钟停了下来 对啊 我们之前有说 就是他这个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 也没有关系 他这个不正常 我们就首先说这个事情不正常 当然事先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剧本在存在 只是那时候我们也是半信半疑 觉得真能这么干吗 这是美国呀 这不是台湾呢 如果台湾的话有这么个剧本存在 当时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果然他就那么做了 蔡哥哥就那么做了 对吧 那美国这个剧本呢 也是存在这么一个剧本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有一点半信半疑的 毕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地球上 美国是应该标榜是一个民主世界的真正的龙头 没有人比它更民主了 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剧本存在的话 其实我当时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那到那天晚上我就想亲自看一看 是不是那样发生的 所以不管你说 一直看到后半夜困的 都要睡着了 还是等他开开开跳 最后终于跟那个剧本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在摇摆州 因为我就是关心摇摆州嘛 我不太关心加州 我也不太关心这个纽约 我也不太关心什么纽约这个地方 那个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大本营 没有什么可关心的 所以我就去看摇摆州 摇摆州啊 怎么开怎么开都开不出来 就是慢慢跟那个老牛啊 拉破车似的啊 那以往的选举呢 基本上你看到半夜一两点钟就结了 基本上就结束了 然后最后呢就公布结果了 没有这次都 哎呦都凌晨 都几点了还没开完呢 然后呢拜登也讲话 川普也讲话 突然就是宣布就不开了 说今天开不完了 那在停下来的时候呢 没开完那几个州 大部分都是川普领先的 领先不少呢 就领先好几万票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就不就回去睡觉了吗 睡觉其实困得不得了的 但是第二天早上呢我挺早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 还是看一看那个剧本 真的是那样演吧 果然一睁眼 疯疯 两个州 翻蓝了 突然翻蓝了 而且呢 确实那个川普那个票呢 没怎么动 哎我说不是已经停了吗 怎么深更半夜后半夜 还有人在点票呢 到了半天 到了半天没停了 增上去了 一个直线上去了 上去直接越过川普 就宣布两个州拿下 被这个拜登拿下了 紧接着很多东西就出来了 我在想就判断这个 这个事情最起码都不正常 不管老百姓傻子也知道 这个不正常 哪有这样的 曲线没有到最后那一瞬间 直线上升的 对吧 当然现在有很多说法了 说那个13万呢 是打错了一个零 一万三打成十三万了 那你把捡过来 你没捡过来 闹到门店也是 这个乱七八糟的说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至少我们从简单的逻辑分析 判断的话呢 也不认为 没有这样的 比方说之前有一个话 咱们没说的 赶紧说 赶紧说 就是说 他为什么这个五个小时 都没点完呢 他们有一个解释 说那个 有 邮寄投票 还没点呢 好 那我们假设 假设如果这个人 他邮寄投票了 那他就是 不到现场了 对不对 总共有一千个人 以前呢 有一千个人呢 有九百个人到现场去投票 然后呢 有一百个人 邮寄投票 那你那个时候 过去的历史当中啊 这些州啊 都很顺利的都点完了 那这次呢 由于疫情原因呢 比如说他们之前有 五百个人邮寄投票 然后呢 那到现场不就只有五百个人了吗 那这五百个人的话 还不两个小时点完了 但是根据现场的人 这个说呢 就是 哎呀 那个慢啊 慢慢点 慢慢点 就是哎 就点这一半的票 又那么长了 五个小时都没点完 没点完以后呢 等下班以后呢 那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 凌晨八点 这段时间 这个所有的点票的工作人员 和川普的监票人员 都回家睡觉去了 谁扛了 那么他那班就是 晚上十点到五点的班嘛 下班就等于是认为 他们是没有了 就应该疯了 结果呢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就在六点钟 总十几万都点出来了 直接穿上去了 那你这个东西 你随便想吧 你爱说什么 说什么呢 你随便想吧 你鬼都不相信 对吧 首先点票的人是谁 不知道 那第二天呢 早晨他们再访回去 还要去监票啊 不让进了 不能进了 你在外面带给着不许进 为什么不许进呢 里边不是那帮人了 不是也来点票 那帮人了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像不像台湾 就是当时那个 把寒的时候 这个你想去监票 不让你看 对吗 在美国不让看 就不行的 人家拿着那个授权书呢 对吧 那是真的 你为什么不让看 法拉书把那玻璃都挡上 用那个报纸啊 全都那个什么 披萨饼都挡上 那你都看不到里边了 最后呢 大门一关 那体场嘛 那体场点的嘛 大门不让你进 什么也看不见了 两眼一摸黑 在里边就 继续点票 那这样的一种动作 那这个东西 你不用说了 这个一定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咱们先不判断 那肯定有问题 对吧 所以前面慢慢慢慢这么点呢 就是给后边留出时间来 就告诉你 反正这个摇摆周就是不能玩 不能玩就在后边就准备 那前面我上次说了 就在凌晨四点的时候 有一辆truck 往那个其中的一个点票站呢 卸了一车选票 这个是一个人看见的 那这一个选票站 有一个truck 是不是所有的那个选票站 都有一个truck下去啊 那就是有很多truck 在凌晨四点的时候 往那个选票站 去运送选票 这是从哪运来的 你先说 哪有正常工作 就算邮局也好 哪有深更半夜 都给你送选票的呀 提前早就送好了嘛 而且呢 法院他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在11月3号8点钟 结束投票的时候 在那个以后 再运进来的选票 已经都生效了 那何况你是第二天 凌晨四点 早就不生效了 但是现在那个州法律呢 不管你 我就点 点完了以后就公布 反正这点权力在我手里 我不用作废了 所以就拼命点 那第一次两个州呢 增 像直线一样 像这个电梯一样 升起来越过了 就被人给看穿了以后呢 后边这几个州呢 就不那么直线了 就是慢慢靠近 川普和拜登啊 一点一点缩小 一点一点缩小 哎呦 怎么要点那么多天呢 还是那么多人 点出那么多天了 到现在的拜登 还抄了几百票 一档千票 哎 又赢了 反正不管怎么着 就是赢了 最后所有的摇摆州 全赢 我估计是这种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川普就提出了一个 叫法律诉讼 对吧 法律诉讼的话 那是他的司法程序之一 这肯定要走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美国的媒体 就公布出来说 拜登赢了 媒体说的 不应该最终 不应该是媒体说 也不是拜登和自己说 是应该有一个机构吧 叫是在台湾的话 就是那个选举委员 那在美国这边呢 不是媒体一口当中的 所有的主流媒体 CNN ABC NBC 全说啊 拜登赢了 拜登讲话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按照科学来看呢 这个司法程序才刚开始 就是没走完了 那最终 既然走上司法程序了 输和赢 最终就是大法官来决定了 对吧 那大法官在决定 输和赢之间呢 他一定有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是说你川普团队 你认为他 就是说不合法的东西在哪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律师团 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就要去拿到一些证据 或者依据 对吧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要是理性的话呢 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 对吧 那还有一段时间 你可以说你赢 那只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最后结局呢 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呢 从种种的迹象来分析呢 不光是在美国历史上 没有这种现象 全世界这个总统选举 也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到最后拖了这么多天 还说没完呢 一直都是没完呢 而且这个有一个州呢 大法官都下令了说 晚上八点以后的票 不许算 弄开 然后那个州里边呢 不停 继续点 还跟那点 点完了以后我就公布了 这个东西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说这个 美国这次的选举啊 倒是一个挺典型的一个叫 政治教科书 交给谁呢 交给那些过去不太关心对话题的人 或者说如果政治学家研究政治呢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案例来研究 看看这里边到底这个剧本是怎么演的 从前面到后边 到最终 等我们看吧 等最终这个大法官做完决定之后 这个时候这个整个剧本就完整了 那个时候咱们来回顾一下 可能有点意思 所以现在这个过程呢 倒是挺新鲜 没有特别超过我的预料 但是呢 我之前也真的是有点半信半疑 真的要弄成这种样子 到了半年还真是 现在就是怎么样子 你说呢 我原先就预计他们会先以一种拉锯的姿态 然后最后呢 慢慢 由拉锯的过程里面呢 慢慢磨蹭 然后最后变成是拜登赢 这是必要的剧嘛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呢 就会做得太假了一点 因为显然川普得罪太多人啊 OK 应该说川普是被集体做掉了 对 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很明显的 而且应该加一个就是被集体的上层结构做掉了 是的 那是他这个情况有点像甘乃迪 甘乃迪是直接被枪杀开掉了 甘乃迪家族1963年1968年1999年 连着兄弟跟儿子三个男人都被干掉了嘛 分别是在40多岁跟39岁的之间嘛 换句话说当你有那个竞争力的时候 他就把他干掉了嘛 嗯 那现在呢是他们不用开枪了 比较文明了 嗯 所以美国还是有进步的 1999年还开枪了 到了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 经过20年有点进步了 嗯 这个情况跟台湾也是一样的啊 台湾1980年的时候不是把美女导演员给抓了吗 嗯 2000年的时候到2040年不是搞了那个子弹吗 嗯 最近已经不这样干了 改搞 改搞电脑就行了 嗯 用电脑加权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嘛 对 他这次也发现有那个电脑软件里面有问题 就是有一个读票那个东西吧 你一读川普 增他自动记拜登 增 反正你也看不见增增增 我的扫描嘛 增也增增 最后发现 怎么都去那边了 他里边的软件都给你设定好了 就是说 如果一是二 如果二也是二 都是这么一个语句设定好了 所以都奔那边去了 所以这才刚刚发现 那这些东西 然后又解释说 啊 是人为疏忽 怎么是人为疏忽呢 所有都变成人为疏忽 那是以蓝品写定的吗 对啊 这就是一个语句 一个义副语句就解决了嘛 这很简单的事情嘛 所以这些 但是呢 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呢 其实就在考验美国的司法 到底是不是司法了 对吧 至少人们还认为 或者会误认为 司法还是公正的 那这个乘 现在已经端出来了 端到老百姓的面前了 就是你要给老百姓一个答复了 到底这个司法公正还是不公正 他这个事情顶到现在是啊 不管谁赢 其实对美国的民主社会已经伤害 已经是有创伤了 就是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不再相信了 当然最后呢 有一部分人呢 还寄推司法 但是 真的司法是公正吗 我们走着看 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前面 对吧 我不想说在前面 那说太早了以后呢 现在很多人不高兴 你知道很多很多网友啊 一听这个就是支持川普的 支持拜登的 一听我们这个言论呢 就特别不高兴 现在 其实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去研究它 这边有问题 我们就会说这个问题 我们不会说像个拜登怎么怎么样 没什么可像的 你要是做票的 你就是做票的 这有什么 有什么可像的东西啊 对不对 两个政党各有各的毛病 但是呢 我们来既然分析选举呢 我的想法就是 你这个选举的这个选举委 你应该反映民意 这个就是你该做的 就老百姓怎么投 你就怎么投 而你代表的不是选举委员会 其实你代表的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一个裁判 其实就在你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身上了 如果你 不管接受了什么什么东西 压力也好 金钱也好 你偏向了这个党 这里边一定 做这个东西 一定跟这个 结构要配合嘛 你要不配合的话 那怎么能做成呢 你既然配合了 那伤害的是谁呢 一个川普可以不当总统 但是你伤害了整个美国社会的诚信 就败掉了 这个就相当于当年蔡柯柯 败掉了台湾的诚信似的 对吧 蔡柯柯你当了总统了 可是人们现在还相信你那个选举吗 已经不相信了嘛 那这个潜移默化的伤害呢 是N多年以后都不会消失了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走到这一步呢 考验司法 考验司法现在因为昨天呢 有一个小道消息 因为大道你看不到真的真实的话 就是你不管你要看主流 看美国的主流媒体 没有 没有实话 都是拜登 哎呦 拜登现在成为这个 美国建国以来 最伟大的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了 呦 这个对吗 有说法是不是 他以为也是啊 他们两个可以结成亲家呀 我说这个让我马上想到蔡柯柯817 不是台湾的以上 也是最伟大 台湾人民欢迎的一个总统 他也超过讲天使跟讲经国啊 这个很讽刺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吗 如果美国人民的这水平的话 那就行了 还够了 那就那就那就那么单 就这么招吧 我还是欢迎您移民台湾吧 机票我还愿意帮你出一半 你要赢了 你就当我这儿来 你当我这儿来 我觉得啊 经过这次美国大选 台湾的总体民主情况 基本上 我觉得不输给美国了 再加医疗情况跟社会情况 我们没准比美国还超过一点点 也许 也许 我不知道 对 我问你啊 加拿大跟 跟澳大利亚有没有比美国好点啊 差不多 那台湾就超过这三个英语国家了吗 是 差不多 台湾至少还赢过 赢过那个Johnson的群体治疗 是吧 对啊 你像我们教会里边的长老 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位教会的长老 他就退休以后就说回台湾 他比较了一下 他认为台湾的医疗比这边好 他说的 对 你回去了 美国 加拿大跟英国情况都是这样 我就不知道澳大利亚如何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差不多 整个的社会制度 台湾已经赢过五眼联盟了 在医疗情况 那就甚至日本跟台湾比一比了 那您生活在幸福之中啊 您生活在一个 是啊 我至少还可以跟蔡英文求婚嘛 是不是 好 那个版本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版本在进行的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大概是在半年前 我在看一些新闻 那这些新闻呢 其实都是你要从这个蛛丝马迹里边呢 去找 其实有一条新闻 你可能没注意过 您说 大约在四个月前吧 还是几个月前 在六月份还是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川普他有发推特 推特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说 邮寄选票有问题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我记得 对 那个时候没有太人去理的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别看他这句话 他说的是很轻描淡写 没人理的 但是呢 因为我是参加过选举 我是明白 比方说 我要想用你欧老师的名字 我是能用的 你要知道 我知道怎么用这名字 对吗 这个 这很简单 这个故事很清楚 很清楚 就是 我作为候选人 我手里有一个选民的一个名册 要不就是很厚的一本 要不就是一个 后来给我个U盘 对吧 那在这个整个花瓶色上呢 我那些好朋友的名字 我全看到了 都能看得到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如果通知你一下 说您怎么怎么样 那你去投票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我要想用你的名字 去做点什么事情的话 是判得到的 这个并 就是外界他不懂 但是你在里边的话呢 我是明白的 所以他一说 邮寄选票 要出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他是已经看到了 他知道有这么一个版本 就是在运行当中了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不是不知道 只是很多人听不懂 就觉得这有什么呀 这不很正常吗 所以这个版本 你认为是从 四月还是三月就开始进行的呢 一年前吧 在一年前 他推出谁 他都要进行就对了 他们是一定要把川普扳倒 这个呢 川普团队内部的 有一些推特 你也看得见 他们也知道 他们知道 一定要把你扳倒 而且呢 要不择手段地把你扳倒 在1864年 在美国历史上就发生过一次 利用邮据选票 想对某某某人怎么怎么样 就你看历史的话是有过那么一次 OK 但是后来把他杀掉了 这个东西 刺杀了 那也就是说 很多的英文资料呢 他记载呢 那个时候就是民主党 在N多年前就用过这种邮寄选票的手段 来做掉当时的总统 是有过这种历史的 而且这个东西呢 对于他们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非常非常的熟悉 只是你用还是不用 那川普团队有一个他的幕僚 在推特里边就说过 就说 他认为 他是做过情报人员的这么一个人 他认为民主党一定会这次不择手段的 要把川普干掉 因为从前面这个媒体的反应 从川普刚一上任 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他们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那对方那个不择手段的东西 当他们发现了 已经要借助邮寄选票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你怎么做了 就是 灌票嘛 说简单的 不是就这样吗 因为 在整个美国 不管在美国加拿大也好 基本上历史上 投票率就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超过百分之六十都算投票率高的 也就是有一部分人 永远不会去投票的 但是这一部分人呢 他的那个信息都是真的 他也是公平 但是也有投票权的人 因此 把这一部分人 有百分之四十的话 你拿出百分之十的人 把他变相的做 那个名单都在所里边嘛 对吗 他是有的 把他做一下呢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了 但是昨天呢 有这个小道消息呢 我看到了以后 觉得和大家分享了 昨天我的那个节目里边啊 就是 川普的一个幕僚暗示了 说 这里边有 合法的选票和非法的选票 合法的选票 上面有防尾线 而这个防尾线呢 是你眼睛看不见的 是那个用一个光 才能扫出来 就好比那个钱呢 你印钱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吗 对吧 对 那个东西 他把这个事情给透露出来了 透露出来以后呢 昨天那个拜登呢 就反而有一个圣悬引说呢 应该昨天讲的 结果昨天就暂缓了 暂缓了就挪到今天来讲了 那这个事情呢 既然他说出来了 那我们就认为呢 这个事情就要考验司法的 因为现在有验票了嘛 就有一周已经开始验票了 如果验票 他能够用这个东西 去扫一下那个票 那真的假的 很简单就给破掉了 假的选票就灌出来了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对方在印假选票的时候 如果说也带有这个防伪线的话 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对吧 是不是能做到这个 我们就不知道 到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要看他验 但至少川普阵营里边 有人说 其实川普就是 国家的这个正式的选票 是有防伪标记的 而如果有人去乱印这个票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 但是这个结论呢 要看他们验完票以后 看他们怎么说 如果这个事情真能拿出来 把它放到大法官那个桌子上 确实证明这个是政府印的选票 而那个上面没那个玩意儿 不管谁印的 反正是没有那个玩意儿 没有那个玩意儿 那个选票都投的是谁 其实很容易就把它破掉了 但是接不接这个锅 这个就是看上层了 这个人抱着这个料来 我呢是认为有可能 我是觉得有可能 因为他说实际上川普呢 是知道 就是他川普阵营 不说川普这个本人啊 就川普这个团队 他知道民主党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川普在过去的N多个月中 他一直在喊 邮寄有问题 邮寄有问题 他一直在喊这个话题 就是没有人理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最后为了防范呢 他就选择了一个 把这个里边偷偷地印了一个 防伪线在里边 你要照不出来就没有 接不接的锅 那就是他们司法的问题了 对吧 我相信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那你就放了大法官呢 如果放了大法官呢 由于什么原因 是说这个不接 如果不接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就是现在角力呢 就在上层 不在底下 老百姓呢 是无能为力的 老百姓就说 你只能看 就是我们也是观战 对吗 我们是看一看 看到有什么信息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进展了 帮大家预测一下 准以不准 我们就这么认为的 这个没有什么 反正不是A就是B 就是在这两个人嘛 那我们这么分析的话呢 有一些什么依据 我的依据就是 如果不做票的话 双赌赢 那如果做票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来分析 做票的事情 这无所谓 谁赢 谁输 谁赢 就是如果这样玩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呢 他这种做票的方式 是什么 对吗 把这东西解开以后呢 这次大选呢 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 一个政治教科书的 一个典型案例 以后呢 可以把它讲给后人听 就是说在美国 2000年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 很像这个2000年 蔡哥哥发生的故事 一模一样 对吧 他是这么做票的 也很像 把韩国瑜66做票 做到是这样做票的 那美国这个事情呢 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案例 等他最后结束了之后 我们再来把这个 整个总结一下 欧老师 您可以写一个文章 把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 半本书就出来了 我估计 那个时候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相关的一些 小的内幕 你可以做参考 我还是先活到80岁再写吧 那时候可以 要命的时候再干了 目前呢 我已经得罪够多人了 这是两岸的 这个华人政府 都视我为这个 难缠对手 是吧 那咱们这话题 还要继续再谈吗 可以继续啊 没问题啊 因为他们反正 不会来封锁我的频道 我们这已经宣称是 全世界最自由的频道了 本来是皇人最自由的频道 现在是世界第一了 不封你 封我也很麻烦 那这个事情 那你上我这不要紧 我借一个频道给你吗 我不知道 有六个频道吗 现在这个话题呢 在这边 确实是敏感话题 你一上去先被警告 对吧 这个东西 确实不能说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觉得 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试一试呢 起码就把这个 美国的 所谓的言论自由 给示出来了 对吧 它不是台湾 所宣传的那样的 一种言论自由 我认为全世界 现在真的比台湾 民主的国家 比台湾言论自由 还要更 OK的完整的国家 贾总贤的总人口数 恐怕是不到六千万的 73亿人 不到六千万人 比台湾更民主 在这个地球上 可能真正的那种 书本上的民主 根本就不存在 我觉得有的还很少吧 我们感谢陈老师 咱们下一段再来了 好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观看